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2月12日 星期六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國際新聞 其實美國新聞一直都很久都沒有說 現在美國 要跟大家說一下 update一下美國 現在拜登 民望原來也跌得很厲害 大家有目共睹 看下的拜登 其實在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民意調查 已經跌到33%支持率 而且反對他的人越來越多 不單止沒有做不到新總統 執政一年應該有的表現 而且大部分人認為美國走錯路 現在竟然 希拉莉也說想想想想想想為選總統 這是華爾街日報報道的 民主黨的政治顧問 為希拉莉造勢 他認為拜登和賀錦麗的組合 在執政的第一年 基本上做不到新人事新作風 也沒有任何的氣勢 內政受到疫情 高通脹之苦 重大投資案也得不到國會支持 外交上 在阿富汗撤軍 使得世界恥笑 對中共或俄羅斯也沒有辦法得到優勢 所以 民調慘不忍倒 希拉莉 他們的陣營認為 如果 民主黨輸了2022年的 中期選舉 拜登肯定就完結 希拉莉的支持者表示 希拉莉 行政經驗豐富 蓮富 力強 今年才74歲 很好笑 比拜登年輕五年 而且 跟拜登不受歡迎的政策相比 希拉莉能夠提出最無實可行 目標遠大又或者國會通過的法案 將會是 民主黨2024年總統大選的最佳人選 希拉莉本人也沒有說要再選 不過最近 很多動作 很多小動作 去年12月 他再公開 演講稿 警告民主黨 一定要 謹慎思考如何贏得選舉 也批評拜登 沒有辦法在民主黨掌握多數的參眾兩院 通過一些重大法案 所以基本上連民主黨人也不支持拜登 美國的媒體政客引述消息人士說 克林頓夫婦很渴望重返政壇的中心 很想做回總統 所以已經在部署 不過 這次三人接下來 如果是三個人會競選總統的話 又是出現了 這個 大家很厭惡的畫面 又是你 希拉莉又是你嗎 拜登 會不會又是 一會兒來個桑德斯 三個二百多歲 這個國家為甚麼越來越老的人 選總統的人 拜登 可能 接下來就81歲了 希拉莉 2024年多歲 76歲 那個桑德斯 又是 快到80了 三個加起來 二百多歲 不單止如此 現在 拜登面對 現在那麼大的壓力 他 選擇了 找中共 祭旗 我們詳細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現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統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其實 2月份 其實是2月10日 最新的 根據CNN的民意調查 顯示 拜登的支持度 只有四成 有六成的民眾是不滿的 CNN10日 公佈一份民調顯示 58%的美國民眾 不滿意拜登的表現 只有41% 民眾 表示肯定 去年12月同期 同一個民調 不滿意的比例 是 51% 滿意的有49% 這次不滿的再增加到58% 如果是分析受訪者的黨派立場 民調顯示 36% 立場獨立的受訪者支持拜登 共和黨支持者只有9% 民主黨支持者 其實是普遍支持的 但是支持度由去年 夏天的94 跌到現在83 黨內也是10幾% 不滿意拜登 所以 參眾兩院 即使是民主黨 過半數也好 他們很多法案都過不了 就是 民主黨裏面的參眾議員 都是 不滿意拜登的表現 當然 一個物價大幅上漲 美國仍然是40年 最嚴重的通脹 通脹到7點多 這個是 40年來最厲害的 加上 Omicron 大量 確診病例 也衝擊了 民眾對拜登的評價 跟12月份相比 拜登在處理經濟議題的支持度跌了8% 處理疫情也跌了9% 剩下45% 經濟議題跌了8%之後 剩下37%的支持 更加大的警訊 很多民眾 都質疑拜登政府可不可以完成今年的各項政策目標 他們沒有什麼信心 其實 只有21%的受訪者對拜登政府為美國 提供真正的領導能力是充滿信心的 而32%民眾認為聯邦政府 在某種程度上沒有辦法代表他們 話也不少 這個民調是CNN 和獨立民調機構SSRS 在1月10日至2月6日針對全美 比例很小 1527個成年人進行 抽養正值負差 是 不猜是 正負3.3 其實那個數據太少了 美國三億多人口 抽到一千多個數字 跟香港差不多 又好像不是很適合 然後 然後 我們要說一下拜登 其實中期選舉 在20大之後 在11月舉行中期選舉 而他現在唯有可以打的派 就是動中國 美國商會就說 拜登 計劃考慮對中國展開新的貿易調查 也可能會加徵關稅 趙立堅當然是即時暴跳如雷 英國媒體也報導 美國商會國際事務負責人 布里連特 2月9日媒體表示 如果有關中國未兌現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採取 購買承諾的初傷失敗的話 拜登政府 會考慮 一系列的選項 包括 重新展開貿易調查 也可能會加徵關稅 當然趙立堅當然是反對 他在2月10日的記者會上回應 說中美經貿 第一階段協議 這些相關具體問題請向中國主觀部門了解 趙立堅表示 作為原則 中方一向主張兩個經貿關係中的問題 中美雙方 應該本著互相尊重 平等協商的精神 妥善加以解決 從自身單邊利益出發 進行威脅 以及施壓 是無助於解決問題的 只能夠破壞雙方互信和對話談判的氣氛 當然這個是錯的 因為美國 當然要考慮自身的利益出發 還要考慮你 考慮得你 那就不需要出聲了 當然是不考慮的利益 只是考慮自己的利益才要向你施壓 今天是不是傻了 拜登現在要考慮最新 要展開新的關稅調查 當然 因為 美國的普查局2月8日表示 中美貿易 逆差很嚴重 他們的數據顯示 中國是沒有兌現在17年 的基礎 這個承諾的基礎 包括增購200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 製成品 能源 以及服務的承諾 美國官員 呼籲中國採取具體行動 其實中國幫俄羅斯買那麼多天然氣 你也可以向美國買很多能源 液化天然氣 看看美國有沒有 又或者 農產品買多一點就行了 為甚麼不買呢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 10日回應 他說 中美第一階段協議有利中美兩國 有利整個世界 協議生效以來 中方努力克服疫情的衝擊 全球經濟衰退 供應鏈受載等帶來的多重不利影響 推動雙方共同落實 我們其實要認真分析 現在的原材料價格上升了那麼多 金銀、鐵石、大豆、其貨、咖啡 全部都上升 其實中國向美國買這些原材料 或者農產品或者其他的資源 照計 數目比較容易跑到才行 為甚麼都還差很遠呢 而中國跟美國的貿易逆測又擴大了 即是中國賣去美國的貨多了 你在別人那裏賺的錢 賺多了 又不跟別人買回 究竟是想怎樣呢 美國動力很正常 加上現在的拜登 可以說是內外交困 內政搞不定 外交搞不定 然後阿富汗又失禮死人 現在 他一定要找一個 立威的地方 現在我們看到的有兩條 其中一條路是 向中共開刀 加徵關稅 其實他加了之後 你中國也沒有負負 出不了聲 你要靠他的經濟 另外一方面 拜登當然也可以選擇動俄羅斯 他已經派了戰機戰艦 去了波羅的海 去到歐洲 但是說明了 他不會 幫美國撤僑 但是沒有說不會出兵烏克蘭 其實沒有說死的 其實他們的選項 可能也還有改變 當然 在阿富汗撤軍 那麼肉酸 其實是對整個拜登政府 尤其是 整個民主黨政府做了很大的傷害 美國 真的可以說是沒有了面子 美國的面子 沒有成本的 但是美國這次 在阿富汗事件付出很大代價 是阿富汗事件 接下來會不會透過 在俄羅斯 做一些事情 欠一些 欠一些 面子 欠一些分數呢 那麼 俄羅斯那裏是硬的 中共 就容易吃 所以我們也認為 他 是會 動作中共 尤其是在貿易方面 加強去打擊中共 取得一些分 接下來肯定 貿易戰 有機會 會來 這節我們暫時是這麼多 拜拜 晚安